這是PART NUMBER是321AE 現在秀給你看ASN1它的QUALITY CONTROL的問題 然後這是QC NUMBER 然後QC NUMBER是04122084 那我們現在會把燈打開 讓你看裡面projector現在有一點問題的狀況 然後讓你看一下它的QUALITY問題 各位去去囉 我們第一套先秀給你看 這個是從最比較沒有問題的中間 到越來越有問題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燈裡面 它的中下方有一點點就是說 有一點紋路在projector上面 然後另外當然是在鏡面的後面一點 就是鏡面這個鏡面的後面一點 但是projector的前面也看起來有點像 有人摸過或什麼就是很髒 那那個東西都是我們插不到的 然後現在在這個SIDE裡面就是更嚴重 所謂的更嚴重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上面上面 然後還有中下方這裡 projector在裡面也是一樣 那上面的是手紋 然後下面的是一樣 就是不曉得什麼東西髒髒的在projector 上面 然後當然這個就是一些緊張 那我們現在等一下要換到第二套 讓你看一下更嚴重的 我會 turn it off and then switch it over please this side ok kind of then let's just power that side ok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超級超級嚴重齁 手紋 almost everywhere 尤其是這個手紋的上方這裡 然後下面那邊也很髒 那這整個東西根本就是完蛋了 基本上就是說非常糟糕 的quality 那 我們現在已經在查 目前幾乎百分之50% 都沒有辦法通過我們的QC 要寄給客人 因為現在客人已經在網路上講說 這個東西 他們會特別去注意說 欸這個東西只要有問題 不要收喔 你要叫賣家自己來處理這個事情喔 所以他們現在等於是知道 有這樣的問題 當有一個人照照片把它秀出來之後 那 again 我現在需要你們在台灣 先趕快去check說 你們現在現有的貨裡面 這個東西要解決 那另外我們會跟你講說 比起OEM 比起來我們的LED 也比較沒有那麼亮 的問題 順便在下一批希望能解決 那 我會再跟你再用電話上講清楚 謝謝